南无本师释迦牟与佛 洗手礼诸佛,洗法礼修生, 亲愿提礼法,临正法求助。 上父与佛名,指尽其志意,生莫作诸佛,十三也道庆,能得如是行,是大宣报。 我们今天发起,先发起的第十门当中最后,讲到操心本意。 操心本意,分成五点,我们已经看了四点了。 就最后五点,遮忘针。 就是第四讲的,是所为,就是数令灵机有用,接下去是遮忘针。 所谓忘针就是,对形式无用的,叫做文讲不吉的事情。 幽恐后代,加诸不吉之物,争议其中。 就是不吉的东西,加在钞里面,夹杂里面。 这样呢,就会怎么样? 使真宗不畏行者致迷。 真宗就是,上面抄,考读力点,它有圣典,都有明具的。 你再夹进去的话,就是真宗不能突出,混乱了。 行者半世的人,就会导致迷雾。 这样呢,就说像鸟鼠之语。 鸟鼠之语,后面又讲了,就像蝙蝠那个东西一样子。 鸟也不像鸟嘛,老鼠不像老鼠,变成不伦不类的东西。 互存以,知日也就是。 那么这个重新提一下,是这个真正的超义啊,现已当时,以及未来。 纪文呢,这广中,此即胜意,鲜见未来。 就怕将来有人呢,解释得不正。 个性解释,对超文的种种解释,必乖本驱,故只知。 就不希望你夹杂其他东西,已经很完美了。 那么,开始是讲妄真。 所谓不及之误,即是现行诸家章记,或广章法相。 就是光是从意解散去讲,从教理方面去讲,就是法相。 或多杂俗书,世俗的一些俗典加进去。 颠覆祖宗,主持心超之意,无非半彼修士。 如果这样呢,就会把主持之意颠覆过去。 义分自言,请详肾序,自可见之。 有些人是教导,不要把将来所学的人智慧之眼把他们闭住啊。 所以要把肾序看好。 使下,是显过放。 否则的话呢,如果是夹杂里面,就会是真宗无畏,就是显过放。 上纪名坏教。 经超始终,禁机圣典。 古言真宗,就是以圣佛所制定的教法所引为正。 此句名,明行,就是行者制谜。 如果把教搞乱,那行者就会制谜。 教行两王,教就是夹杂,使真宗失去。 行者制谜,就是教行两王。 这破戒造恶,非沙门行。 这么一来,就说,使行者不能真正去行沙门法。 那就譬如说,鸟鼠,就像鸟鼠烟。 这鸟鼠是出在佛藏经当中所讲的。 因为蝙蝠啊,他要抓鸟的时候,他就躲在洞穴里面,变老鼠。 那么他要抓老鼠的时候,又变成鸟,灰在空中。 那么是这样,你蝙蝠是一个不像鸟,又不像老鼠的一个东西。 他躲在暗处,晚上他就出来活动了,白天他躲在洞穴里面。 那么是比喻说,不好的东西了。 比喻不修戒行,灰道灰俗,又不像个俗人,又不像个僧人,这样的灰道灰俗。 犹如蝙蝠,灰鸟灰俗,既隐如篇句当中讲的。 义为此操,既兴人知此分,有笔未杂,厚尽房迷,故应付存。 本来这操已经是讲得很好的,不要再夹进去,后人也懂得如何去奋词。 知日就是指,吃食,当时是这样,现在有现在的意义。 经学者专攻章句,就提出,谷子解释有很多章句做意解。 真实讲论,以为己能,身作重疑。 下面就批评,当时有一些人,会著书讲说的人, 会以为自己很能,身作种种放重罪,叫重疑。 口父亲疾,那字讲说,嘴巴讲的,那些亲的罪都要去护词。 可是,身已经做了重罪了,就是说口父亲疾。 自为精明道相,就道戒之相,他一一的非常的了解, 又去研究,叫做精明精通通达。 可是呢,仿清旋以十方,他的行为上,实际做法上呢, 已经清准的十方生物,四方也就是十方。 上达,银可,更方明以三道。 其实,犯淫界的事情,淫界的界限,也已经非常了解。 可是呢,他从行为上呢,已经方明以三道,也就是说犯淫了。 淫之三道。 这是女人来讲啊。 分孙,愿意,分孙愿意,指的是,吃饱了,吃得很饱。 那么这个饱,所谓什么时间呢?分,防分。 也就是说过午,吃很饱。 然后呢,还要跟别人讲呢,是要讲过中不能食了。 是这个意思。 这就像说,讲一套,自己做一套,是这样子。 好,吸饮茅醉,悠谈酒制。 茅醉就是讲的,酒喝得太醉那个样子。 叫做吸饮,晚上呢,喝酒喝得很醉那个样子。 可是呢,还跟人家讲呢,酒的,这个智界的意义。 讲的一个叫酒制。 人前脸相,乍现微龙,平处为非,烈无未激。 师徒目击,启示乌颜。 良由张记之乖恶,父是师臣之永弊。 这已经是骂的人力尽致了。 是痛斥,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形。 这是宋朝的时候,已经把当时的这些人呢,讲了这么个样子。 这样呢,下面说。 不令教,以不令。 什么叫不令教,以不令呢? 令就是法。 我们通常说法令,法令,他这里用不令。 所以说,他自己不法,交于不法。 就是自己忙忙,引别人造造这样。 不令,自己不法呢,交人不法。 一蛮岛岛以众忙,皇祖曾宗以之殆尽。 也就是说,祖德,他跪称皇祖。 那么,这次曾宗以此全部灭亡了。 一行此意,不结皆夫。 就感叹了。 一看到这些话,想起这些事情,都十分感叹。 因,笔,诗文,笔,就是写,把这个文写下来。 一增夜痛。 就是哽咽,内心都感到十分的失痛。 智慧,圣剑,俗剑,疑心,背负。 不是圣剑,怎么会见到我的心呢? 怎么知道我的心是何在呢? 就想的是什么呢? 背负。 就是希望能够依利其逢持, 不要夹杂其他的毁灭佛法的事情。 总而言之哈。 下面是,总结,总结执管。 此之十条,并总述诸门。 就这十条当中,把诸门的一礼都包含了。 指出来,归纳,就是述诸门。 立科分析,下面十条提出来, 完了诸门当中的一一级说明。 若揽烧不尽,自下别论。 那么识门当中没有讲到,没有讲完的, 可是到下面诸篇当中一一分别, 会补充说明,这意思。 在总结当中, 钱商计之节前。 就是一小横那里的立科分析, 为止之三句啊。 总结,上面识门所讲。 那么下面呢,总述啊,就是, 这厌识门, 或以别序名义。 那不是别序, 是总序,下面诸篇的意思。 这个有提一下, 上面因为有提到总别序的问题, 那么就说,不是别序。 诸门就是下诸篇, 在显教兴, 中指诸门, 非九门名义。 诸门就这里所讲的, 十门当中所讲, 不是总括前面九门, 不是意思是下面诸篇所讲。 若下只管可知, 若揽烧不尽, 就只管在诸篇当中会一一详尽。 别论就是三十篇当中, 万序为别, 又负民义。 万序, 比如说, 开始讲的, 总系和别系的问题, 这就已经很明确了。 忽宅深佛海, 下面是总侍哈, 仓位法流, 行侧身无, 行为三位。 下面就是所识的, 所权的形象是什么, 就是耶行来盼这个文啊。 宅就是, 我们住在佛法当中, 佛法比亦大海, 已经是七身以佛法。 那么, 我们所接受的是, 法水, 流就是有水的意思。 我们所吃的, 海里面不是吃的是水吗? 叫做法流。 脾, 这个形体它们生跟行, 它避免文字的重复, 所以说用行。 测, 测就是欲的意思, 仓欲那个欲, 或者仓欲, 仓欲生重, 无就是重, 仓以生重。 那么, 所有行, 以三位说明。 众, 智, 共, 以三位来收摄。 那么大段第三, 这里讲大段第三上面, 这个第三指的是哪里呢? 就是说, 对建一第十三页, 那个通续转术延起。 第一个问题就讲, 律主转术延起是什么, 然后和建一的三十四页, 统阔诸篇大纲, 那就十门分别当中, 诸篇大纲, 这是第二。 这个地方呢, 是第三所权形象, 归纳起来所权的, 总的, 也就是说, 上面所讲, 总而言之是什么, 他必须要有个归纳, 像我们写文章啊, 就是最后一段, 有个结尾的语吧, 就是这意思。 出总世中, 总世, 所谓七生, 活海, 要总世, 宅就是居住, 对我们身体居住在佛门当中, 佛门管大, 包纳清晨, 比翼为大海, 佛法常常以翼为大海, 大海产生种种宝啊, 而且它广大无边, 生病佛法, 寄居其中, 如饭重镜, 名为边缀, 所谓边缀, 就是讲佛海来讲, 佛法边外之人啊, 叫做边缀, 为飘出佛海边外, 喜意耶, 流就是水, 法就是知物, 这个水能够知长万物, 那么比翼是水, 就是比翼是水, 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 饮这个法水就能够得到的种种利益, 就是知长万物, 测词欲的意思, 无是重了, 此名比丘生俱三宝, 生俱三宝, 什么叫生俱三宝啊, 比丘能缝法, 让人们知道佛法, 那么这个, 如果从理体来讲, 那当然一生当中就俱了, 有比丘形象所在, 佛法所在, 身俱三宝, 也就是标中显德下面所讲的, 身宝在, 使三宝延续不断, 至于是, 所修法行, 虽乃妄图, 以众志共, 舍无不敬, 那就行为三位, 这三者包括完了, 然具行体, 只是指词, 从行之体, 是指词和作词而已, 当就作中别简, 一色, 解摩生法, 一色就是一类, 从别的角度来讲, 简别来说呢, 是解摩, 是生法, 以为众行, 至于杂法, 总归共行, 所以说上面讲的指词, 从形体上指词来讲, 那是比较自行, 从解摩法, 众行, 和共行, 亦是纲目两分, 众别无难, 互为三位, 那就是说, 分别是三位很清楚, 什么是众法, 什么是共法, 众别, 分是无难, 下面是别对, 上面是总的, 来讲, 就是, 既然出家在佛法当中, 做比丘, 应丙三事, 就是应丙三法, 下面是别, 这总的而言, 若中仰政界, 识达词范, 就是说下面是分卷呢, 中见之中, 体相俱于, 从自己行词来讲, 要达词范, 中见讲, 自行既成, 那从这个, 这个, 从智到重, 从智法到重法, 那么, 这样讲, 先从中见而言, 外德, 张用, 就是善见, 刚领, 存焉, 那就是重法, 此半彼, 修士, 著词佛法的一个, 刚领, 至他两德, 成相多徒, 那么, 关于要共成的事情, 至他两德, 就是自行和他行, 那事情呢, 那么这样呢, 共同来做的事情呢, 就是下卷所讲, 也就是茅木嫌疑, 这个茅木, 是对前面的纲领, 重法为纲领, 那么下面的下卷的, 比较细的, 所以, 共行的事情多, 所以向茅木来比, 纪文别对, 出名字行, 先讲字行, 善计见智涉修, 赤计视邪之较相, 就说这个赤计是这样, 出离圣道不类邪术, 所以期别叫正戒, 邪戒这是邪术, 文记指体相必具法行, 所谓体相, 也就是说, 戒之四种, 四科来讲, 这里讲到体, 有体, 有相, 那么同时具足法和行, 就戒法和戒行, 纳法成体, 呼体, 那就是相, 为相有意就是行, 相具, 体护是相, 体护是相, 相总是偏, 就是从这个字行当中来讲, 中间有四篇, 那个戒体, 由戒体, 所以说, 才去解释这个戒相, 由戒相来保护这个戒体, 所以说, 总的来讲, 有四篇, 此字二字, 同以中间, 哪二字, 体向二字, 这就是刚才上面讲的, 蚊子, 体向, 中间, 字下别名重形, 就是后面, 中间那段, 字形继成那个, 字下, 叫中, 上面念前, 所谓念前, 就是上面讲的, 字形如何如何, 那么字形已经成了, 那重形应该要去办, 自己正式, 防行身世, 必先减重, 故习体静方应秉轩, 就是说, 有没有体是不是比, 这个体是不是比丘, 所以说, 要减重, 才能够做结膜的秉轩, 言刚领者对下毛目眼, 宽舍, 住持存乎重法, 所以说重法很重要, 所以他为什么把这个重法, 重法放在, 按照这样解释来说, 应该把戒条放在前面呢, 四分立杖也是把比丘戒放在前面, 那么至于下面的所有, 重法都放在后面, 那么这操的意思说, 有佛法在, 就是有重法秉持, 比丘这个重法能做的话, 那就是佛法住世, 把它放在前面, 随事奋修, 在乎别行, 重法存着别行修, 重法有存, 你别行才能修, 刚立即即盲目, 比如说你传戒, 说戒, 受戒这个事情, 如果不成, 就是重法, 没有做的话, 那你自己持什么, 比丘也不能成立, 所以把这个放在前面, 这么一来说, 刚立即, 则毛目就正了, 比丘重法能够做起来, 那么底下呢, 各别法供法当中, 也自然就能够去执行了, 上下作词, 离分在词, 上下两卷, 也就是说, 都是属于, 身法当中, 为什么分开, 也就这么一个意思, 至他, 下, 下, 最后一来一名, 共行, 善据是形象, 善据是形象, 是指的, 至行两得, 成的多图, 黄为道重, 比我同虚, 既然是出家重, 我也需要, 你也需要, 这是比我同虚, 其实, 共义, 你说他做对手法, 必须要两者一起做才可以啊, 所以说这样叫, 两得, 德就是两行, 两者都能够形成, 那么这个德才能够成就, 下季, 选黄多, 所以黄多, 成绩多图啊, 除生法, 结魔以外, 一切做行皆归共收, 除以结魔重法, 生法, 生所做的结魔以外呢, 其他全部叫做, 共行所收, 为此共行, 色相最广, 所以说, 多图, 所以受法啦, 受医啦, 受药啦, 懂懂, 这都是属于共行的事情, 或可, 善计念前两行, 两行就共行和自行, 两者呢, 刺激正式形象, 为必须共行俯成, 由这个共行, 上面讲了这个, 这个, 重行, 自行呢, 那么必由共行来共同来成就这个事情, 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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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成相多图, 辅成自重, 共行复成自重, 就是自他同尊来做这个共行的事情, 所以就这样讲出很多历史, 问自重两行, 意志同尊, 和, 其非相难呢? 自重, 叫两行, 那么这一做, 是不是有点相难呢? 那么下面答说, 自行这, 附体繁星, 从自行来讲, 附体繁星, 亦非他共, 这个是说, 不是需要自己行词的事情, 不需借助他, 只做, 体别, 史不在也, 指词和做词, 这体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知在这里所讲的, 就是自行和重行, 不能相提并论, 就论重行, 作业便是, 就是重行, 因为是作业, 办结模式, 来辨这个什么事情, 多是为他, 受戒是为他, 所以是重行, 重法, 还是为他人而已, 亦非禅行, 有言方举, 就是重法, 不是说常常都是这样, 受戒不一定整天受啊, 或是忏罪, 出罪这个事情, 不是禅有的事情, 偶尔有的事情, 有言才有, 共行不耳, 共行就不一样了, 日用恒息, 世生俱禀啊, 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就是同时要做的, 独章施目, 这就是独章讲的, 共行多了一世, 卢一要, 博弃, 外情倒俗等, 普请倒俗等等, 就是说, 共行下面的诸篇, 里面所提到的, 这些细节的事情, 比论二行, 别相可知, 要讲一句二行, 那么这个, 别相当中会一一的提的, 就是说在篇剧当中啊, 会讲到, 来, 三行之目, 古得所传, 说三行就是, 众、 志、共, 这三行啊, 这个明目呢, 古得所传, 若取经文, 明标志行, 明标志行, 比如说, 今天起来来讲呢, 叫志, 就众行, 志行, 义父前行善卷者, 涉以众物, 善卷讲的是, 讲众物, 那中间是讲是, 尊义戒体, 下面下一卷是讲, 随机要行的事情, 这志众二行, 明意所难, 就是他明意上, 很明确的, 有不同, 为师共行, 虽父无闻, 共行虽然没有提到呢, 两德之言, 亦起无損, 所谓讲两德, 上面不是讲两德嘛, 就是, 自我来共成这个事情, 已经是说明要, 共同来做的了, 古多旺节, 不免, 慈凡, 所谓古最旺节, 解的是什么呢? 四人结膜为重行, 一人心念为自行, 二人对少为共行, 古是这么解释, 这里是这样讲, 不对的, 问前文以分, 何以重述呢? 为什么要重新讲呢? 前胖能全, 这是以文设行, 前面所讲的, 能全的教法, 以文来设行, 此次所权亦在行, 这指行在以文, 所行的, 依这个文而去做这意思, 上面所讲, 所讲的一些教理, 无非是让人去行, 那么后面行, 必须主文, 虽文行, 具名, 而正义两别, 意义有不同, 问, 前以上见再出, 此着中见为首, 这个地方把中见换在前面来解释, 上面把上卷换在前面解释, 为什么有不同呢? 意如善解, 所谓意如善解, 因为重法要先, 因为说, 做重法, 是半笔修士, 标志佛法注释, 那么你要做重法, 必须要检查一下, 体静不静, 所以说有自行, 指持相, 先要简别, 行体上清静不清静, 行体清静才康以重法, 就是这个意思, 一如善解, 上面已经讲了, 半笔修士, 要简别, 体静一不静, 若而何不依行次第, 以自行为善卷呢? 为什么不这样自行, 换在前面就像绿杖那样呢? 至于有二义, 也行次第, 这先止后坐, 可以这样先止后坐吗? 自行何在出? 这讲也没错啊, 那么二呢, 耶士圣略, 就注持的事情功大, 重须在手啊, 就注持佛法, 你必须要有这个重法, 能够进行, 能够成办的话, 说明有佛法在嘛, 就佛法那些仪式仪轨, 从戒例上讲, 仪式仪轨, 没有失传, 还在啊, 那说明正法还在, 那么这个都没有了, 比丘的身份都不能确立, 比丘身份是因为重法来确立啊, 如果比丘换过, 也由重法来解决, 来疏通, 那么这个法不立的话, 那你自行怎么行啊? 所以有这个道理, 这个有胜略, 故实, 重行呢, 应该在前面, 顾律行, 以重合合, 顾佛法得久住, 经其后义如文所列, 后义就是, 耶氏胜略, 来说明, 此三名行, 无行不收, 这三种行, 所讲的这三种行, 办重法的事情, 自行的事情啊, 所有一切行都收尽了, 这三卷设问, 无文不为, 这三卷, 来设这个文呢, 全部都收到里面去, 都讲到了, 所以下面, 三卷当中啊, 教行双倍, 教合行都设计, 设计失禁, 后面是叫离过, 怎么叫离过呢? 就是说, 为什么要这样偏, 偏一偏一偏呢? 把这个分开来讲, 上见, 中见, 下见, 有不同啊, 所以, 如果不分的话, 就就混杂, 很难了解, 是吧? 狼测, 事类相逃, 更难谅你, 事类相逃, 就做事的同时呢, 字和三行当中有互相设, 重行当中它有包含的字形的内容, 也就是简体, 静不静呢, 那就自行, 看你借相辞得如何, 那就相讨了, 就是说, 很难, 很难去起灼量的意思, 若禅途闪失, 不把它归类起来, 叫做禅途闪失, 这寡以讨论, 那么这样呢, 所谓什么叫做, 寡以讨论呢? 就是不称机遗, 不称机遗, 就是寡以讨论, 就说这种做法, 编在一起, 对半事, 实不适应于当时的比丘众, 所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闪失的话, 那就不能归纳起来呀, 以前他取诸布的文呢, 上一下互相调配, 必随相区分, 便过在凡随, 如果一定是随相区分, 一一的去分明的话, 这样就是, 很防随, 很多的意思就杂乱了, 这教旨呢, 就不明确, 下面标记文想, 是随偏类, 是随着偏类把它分类来呀, 是三行互有陶记, 如善见标中, 一名法体形象, 善见标中显德篇里面, 就讲了法体形象, 即舍戒六念, 别人说之, 诗仪发露之类, 这重行兼自共, 有自行当中, 重行当中有间自和共行, 在内容就叫做相逃, 又中间参六句中, 重别参法, 这自行兼共行, 这也有相似了, 下见色衣色石, 王物等, 诸简魔法, 兼, 这里面杂形当中有共行, 兼重制, 重行和自行, 又相似, 三行苍杂不可依判, 故之所以为难, 这就是说, 比较难分别呀, 落下是难向成凡, 却过, 善两句是, 却裂过, 禅读闪失, 如果是禅读闪失的话, 这样呢, 就是缺略, 禅读闪失, 怎么意思? 我不月三行来收数, 没有没归纳, 整理起来, 那就禅读闪失, 管理就是不称积呀, 以无所归, 人批, 很难批减, 就是怎么去找闻呢? 就很难了, 你把它收在一起, 比较容易理解, 如果闪失的话, 不称积, 办事很难, 下两句名, 商防过, 言区分者为逐卷随偏, 明商行简别, 如果逐卷随偏, 这样子刺地下去, 不把它分开来的话呢, 那个就说很防碎了, 这个地方是重行, 那个地方是怎么行, 你就没有一个条目, 这样呢, 就把这个种子给搞乱了, 这个就是离过, 为什么要偏, 意思为什么要把它偏成三行, 三卷, 好, 下面呢, 是, 截裂生券, 今随夷约裂, 通截止归, 就是总善所说, 三命有两种过, 他说无悔是这样, 为什么要把它越裂起来呢, 是有一个指规, 十极岭提纲, 茅木自整, 就总而, 包括这么一个意思, 三行分开, 宰苏, 宰苏, 宰懒, 随事, 随, 宰, 宰就是有重的意思, 我们有个词语, 不是宰歌宰舞吗, 就是说, 从歌从舞, 再输, 再懒, 好, 我们看文, 集文, 初诗, 金判, 金为什么把它们分开呢, 上两季正是对翻前面两过, 一个是凡, 一个是略, 随一者离前寡讨论之过, 约略翻前去分之过, 如果去分随便去分的话, 那就是很烦啊, 所以这里讲, 约略, 随一, 就是, 它是, 上面不应积啊, 上面是因为, 什么原因是不应积呢, 是寡议讨论, 通节为大分三行, 大体分成三行, 方善散事, 就没有归类, 纸规, 虽有相逃, 既行, 射俗, 离善面防碎之过, 怎么叫做纸规, 它有一个子弟, 凝确, 不会这么散乱, 下两季显议, 直提纲领, 毛木至枕, 使这后人学的呢, 有一个方向啊, 那么纲领就是三行, 毛木之珠片形象, 有非常清楚的, 有条有理, 下面是截圈呢, 上句是欠学, 欠学, 摘树摘懒, 就是说, 要重新去看, 重新去学, 摘树摘懒, 开其其解, 那么下句欠修, 随事, 随意, 所意到什么事情, 依词, 作为一个依准去办, 就随事, 随意, 有个依准啊, 欠修成其行, 好, 这个文呢, 我们大体就看到热了, 因为序文, 比较难以理解, 它有总括诸篇的一个大义, 在那里, 提纲及领, 就是一个中心, 告诉我们, 抄, 总体, 说些什么, 所以就以这识门来分别, 那么抄文本身有能分成三点, 是吧, 发起, 细言发起, 为什么要写这个抄, 也看来古来宗宗写的不如法, 不经意, 再来呢, 周篇大义, 讲了以识门来分别, 然后再来呢, 所全的形象是什么, 我讲了半天, 讲什么呢, 无非是依教去行, 行准以教, 这么一个大体过程, 那, 这么多, 记文写的比抄文还要多, 是不是啊, 所以, 你这么看下去啊, 实在是也蛮辛苦, 两卷啊, 嗯, 那么李英呢, 把这个, 抄文呢, 是, 道宣立足写的那个抄文呢, 连贯起来, 看他一遍, 这样你就比较, 嗯, 这么一个赤地下去, 下午我再找一下藏经呢, 想说连贯印给大家约很多, 你看的没什么多少, 我看没多少嘛, 可是呢, 看那个形式上, 跟知之记分开那个本, 我一看藏经里面有两页, 那个大政藏里面有两页, 那字又很小, 我看看又放回去了, 没拿来, 嗯, 按照这个念, 那个花来花去, 也很辛苦, 那怎么办呢, 我看还是大家自己回去念, 为好, 怎么样, 还自己念为好, 怎么样, 自己念还是一起念, 一起啊, 一起啊, 好, 那一起念吧, 一教奋行啊, 那, 翻开十四页, 第一卷十四页, 十三页后面啊, 多少, 三百零八, 我不知道, 我没有那个页数, 那我们再读一遍啊, 一起读, 不是我一个人读啊, 好, 开始, 乎借得难思, 贯草群成, 为五臣至鬼岛, 十三宝至周寒, 一教见修, 定慧至功莫等, 祝此佛法, 请起以思稀叉, 都完了接不下去了, 自大师在世, 偏红诗典, 是, 一文如普普, 但以相继, 十三交恶, 征分唇舌之间, 古论不行之事, 所以, 九代文之, 拔萃出类, 自俗而移, 亦明显身, 翻舌相叫, 垂移发, 尋味血, 扭意杰子, 乾肝, 竖几颠子, 大表可得, 相而平之, 其, 其, 尾世难为, 露节则已, 难者, 前修托与利藏, 只是, 提文而用, 这在文性已实录, 而既言良有凡满, 下以学费俊佛, 亦所有多, 去被关于讨论, 深藏既以施吉, 自令辩息一致, 轻重备分, 重刚为此, 同义七分, 至非统教义之随心, 考诸说之息时, 谁能从中以, 潜通磊, 阔布子, 全形象则已, 常恨前代诸师, 所流传一传, 至于文书会吏, 问答要操, 至于刑起事时, 方鬼来门, 百无一本, 时有瑞怀行事, 而闻在一集, 佛户多列尤词, 或斗鸡魏族, 或单题结模, 丞相莫宣, 医人用之, 不便前世, 并愿将至于文, 慧继批解, 所以行求者, 慧继续不知, 领慧者, 慧继练莫兮, 宜应听采自侠, 顾面众天, 崇飞处义, 既为优劣, 慧难做命, 直领巨书, 保义不成文, 或重经随说, 及西部贤圣所谊, 此万先贤文迹, 收尾公义, 并解写不得, 禅禁毕露, 以辅出之, 难处避简, 用诚统义, 或文房以诗, 或劣子以内仇充, 或文断以易选, 或真识而下财文, 如日始终文明, 以全服输, 并践行结磨, 诸物是非, 导熟正义, 出家杂法, 并且反对始终之一见, 用其心血之慧功焉, 难捧我的极其大劫, 易说的刺己文房, 文房谁所要之, 良由事不复已, 何则若劣简取其更盖, 用事恒有不足, 必恒平不及之言, 以操辩成诸位, 精途度其中, 物体省业, 救其被处, 若承三卷。 若是不章以时事, 故有缺席行权, 则列标子事与广以厚, 然一部字文, 易章三位, 三件者事与众物, 曾用友谊, 中件者尊与戒体, 十方立唱, 夏天者随机要行, 脱势而起, 并如文俱为, 相无纷乱, 但近日华, 若有可疑, 此与国内相从者, 以标明目。 至于同其大当, 同条得未为, 尊与时门并获, 方尽小学前, 妙中选得愿意。 不要,我现在你不念了, 那个本来是后念。 好,第一, 续教心意, 不自人心事, 义无有方, 随机设教, 礼无虚授, 论银, 以大师们说以脾离, 一, 顾律银, 是尊实念, 和嘴说法。 二, 对最大, 不放置去, 显佛法人之道道, 顾知施戒, 翻下御宗, 防守智者, 必怀欲俗。 过门银, 都无传戒, 这一快道, 以示提言。 三位对义中固来, 忠着有诸多别, 且如沙伯多布, 借敬黄脸, 子体未言, 皆俗凯定, 以识术, 以法列通, 以无准。 经堂无德, 人法有欺, 鬼用多方, 提右为臣身上, 建造地域前面, 善者, 通明教心, 经济丹宗已变, 夫教不孤起, 起必因人, 人际不同, 教义非依, 古色又红迹, 鬼用识多, 贵在得起本权, 承担何其调去。 所以耶开至, 厌子在以人, 显知万, 念以诚无过, 经说以利诈, 以无利分之, 这教心这意可见也, 以以遮信网分, 信恶的通以化至, 遮戒的因果不齐, 然这信戒文返而易及, 为谁之奉戒, 并有开文, 文虽是开, 开时结范, 众臣时也, 时至时难, 如云者, 三时无乐, 回忆者, 以忠直救, 既是根本贪嗔, 何能尽心无意, 故知亦成及父业, 遮戒亦晚至职, 有意变开, 开智过心, 反护令字, 既非为神幻属, 恐过万坑大直社教, 意为简式, 故以尼母, 既非万其万义, 另行之通万也, 二以开之往真, 教者通以二世, 故孝文云, 以世尊以协至人故, 至以更开, 开以防事, 所谓未来教义, 如无非, 虽我所致, 这一方不为清定者, 这不应用, 虽我所致, 与一方必应行者, 不得不行, 此如来再世教言, 两个教相同, 互奸彼此, 三以抱有强弱, 教义总听, 救治者身亡羡愿, 这行音的三四不同, 事与污渡为先, 教门轻重自隔, 五不易子, 岂不难焉, 五以四相相对, 法相产事, 歪宗的四部臣, 事通勤勤, 虽亏随以至习和思, 或多三尽之言, 或得四尘而其, 且列引语注条, 卓之欢欲, 所尊而其者, 莫非成绩, 黄庸, 心丸泥焉, 而至调, 顾文云, 四尊顾有, 生神皆协, 为调三读故, 银河为邪, 学求四散, 下诸门中, 所示之行, 此事前世, 以后尽者, 行调之本焉, 一二十字叫, 心中一致, 心中两亿, 才断时难, 何者, 言彼能依之教, 教信所欺之人, 又推辞所为之人, 仍为需要之庆, 所以要病相扣, 利润无完, 其格以行断, 并不严正车焉, 谁难, 重复其言彪, 十倍以为一, 再文之选, 何甲正成, 今世四八业, 何远有期, 一, 心念变成, 二, 结构变成, 三, 好, 我共同, 四, 舍弃永远, 五, 七, 七, 六, 百,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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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华, aff. 三, 二, 缘佑, 四, 圣琼, 黃。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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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richt�著 余开指万智柏指打帝有天大一, 顾须学师必经验 知教并非真闻 何自备已悔计 其乎轮已知识 今得其事实 传言其手提 体积四番而受 其得义不明随 有种不小大干更是取分其 为浙江属所学者 叛他吃饭脱离学师 其为不写一吃 精通力定格 功臣教识 一力教育 吃难大观 第四用诸布文艺 孔明立藏本职一文 但为基物不同 自令诸记业力 所以随其业力 成立集中 精彩大宋指纹 用其一家识典 固有清正义士 十万分徒 有无寄出 对于徒兴 经历四分为本 若行事致实 必须用诸布者 不可不用 故善见你 品尼有试法 诸大德有神通者 抽筑令人知 一者为一切力章 二水本 三法师一者 为十千书本 同买罗汉 广分别流通 据文族也 此意用 为以义方便度用 及三战等管说也 先方根本 次及义句 后官法师 以文句等用 不等者莫取 正文如斯 咱家行教之物实难 取舍之以 辉意 写起其大权 以成无万 为此中中 并区人 一事无缺者 当不自主 何甲外求 亦有立文 不了 事在慧心 有欲无文 有文有识 如是重烈 并且外中 以一步 又以乌乌类 亦起意识 相关者 可用正诚 必反及清 是非调别者 准论不取 不文烈 事说 另堪得事 实用莫应 一体同思 若有名义 心静相照 动者归由 白月行中 彼恶为末 若不静传诸步 天子于义 生死事实不招 教文文革之心 随心欲见 各境是非 不止为名 曾有无效 若是恩判文有限 这事不可通行 皇用他不知文 以臣踏步之事 或二立之美 文艺双明 若无有取舍 愿去除正忙 随意采用 难行义证教 亲自辟业 孔然公然之物言 又日宫直立 列有六焉 一为之四分一步 无用外中 二单步缺文 当中有义 文语明了 世故无文义明明 而是义中所归 五间其五战 通为立宗 六丘族所归 大致最终 十三名神 告知正义 无微圣子 但由通己两见 故有用者称之 所谷之义 第二第三第六 一日参齐 则是随机 知识故言 第五文义 节通义 故里本节名 故立民标起终极 名随誓言 故对视而被诗文 然考试御战 严是并周 但由年内渺渺 深采迷追 化为时宜 世多三切 家与五师 情见不同 从由欢日世子 望生厚利 又为超血错落 相存传烂 所以自以寻究 婚利良多 经总会之 以通其大见 若可立军前 此可举一 以有神前世 或者文衰记 而亦有千 愿与地景之 故若以 以礼为证故业 或亦虽利 当故无闻 统获诸部 以期于半 到哪儿啊 正常伟义 是非生民立下 神达开则 不然这以仁义之心 故无悦以 不利盈 文义俱同 文义欲计 文义欲同 文义俱意 记书尽止 不劳叙述 当结判 是非者 必准通 律战 至此 并是 随经之文 如善 六师所明 乃可 旧师 较急 故时 纵云 比丘有三 是 决定 之 匹尼下 一本起 二戒戒 三随戒 应是观察 二物戒力 并及 一戒 匹尼 真一 开则尽众 如五大色 是 不尽者 灰色 尽不尽 如是 仇亮 本末 以用 也 表论 云云 比丘能 知 故乡 明天 不甘 他面 文列 同 上 管 如 比说 第六 教主 全力 全教之文 文虽 所及大词 此名 词范 然 词范 自尽 尽通 内外 内未 行心 之 结业 外未 情事 之 为主 拜认 教寻 相寻 始终 无患 这位 词言 从来 不学 以法 无文 造 孝 仨 以 此 经 互 经 予 苛罪 不认 事情 虚实 并名 为恨 始终 辞 词 万 若 借 平 正 罪 穷 之 好 这 互 事为 方便 反 即 不可 事 并 不 于 其 此 其 军众 对于 礼教 这断 个 礼教 更 无 无 难 此别 名 辞 万 也 第七道俗七步立教通极语 先礼之教难有多徒 而可与勤求大分为二 一位化教使着通语道俗 但幻名因果施达协政 科及行业沉密而难知 显及来报明了而易术 二维新教 由于立背诵定其取舍 立其刚治 贤与实范 结与实质 知识去现 文语从然之意 结罪明乱 是有在何之间 三者二教新闻 非无相难 举忠以判 理智诈以 为内心不顺 脱理为忠 这准化教 外用思维 必不深刻 必须行教 换个教 但是为业道一道 为教教者 从人圣事之罪 顾丁云 受敌者最重 不受者最轻 文管自民 所以更分则 恐吟二教之中提 万术平叶之示威 故立一门 勇于尖别 第八生民二部 行事通灾意 而二部文杰同志 和识法相同 有用于是 叶者生法 具在诸文 可以享用 若便成犯向者 借文自分 隐而难知者 既在随相 与约位之介 为亲众不同 有无互切 放言义 而是单不胜行 从相难知者 其别行 众行等法 翻列你别行法中 但分宗者 又未显其来全 诸有不同之欲 替代大书 第九下三众 随行一同欲 八重三迷 或觉现体 当大神无咒 见机本宿 为主人之事 周日随行 荧容成沙 结罪区第五 就未接触 写所 赤外行法 不同取生 有义者 可就行天记名 是他同罗 六法事 其学中 戒体更不重发 至于谁行对治 同主三行学之 必有不同 既如你别法所写 必知超 以用正本 巨难传真 科文中意 书民引用正经 市民市中萎缩 后民超新本意 助言正本者 升旗 唐吴德 沙伯多部 以沙赛部 加瑟仪部 佛多佛罗部 匹尼姆 上见论 摩德热切论 沙伯多论 匹尼也 匹尼也论 无外问世 书要利益 事与重复 人望不见 并大小 曾经 急于恶论 以律相应者 与随经律 并入正路 如贵长房 开房三宝路 十五建宗 市民诸师律师 法松律师 胡律师 光律师 宁远乐律师 宁远乐律师 云辉怨三师 胡圣发师 守律师 律律师 基律师 以外唐爱 师 云有诸师以下 即将表官吏 河南蜀部 诸于流传者 并及批阔 一如一钞 市民四中伪经 诸佛夏生经六志 进行勇国三宝实践 伍结论 经关论 旧情经 罪国决理经 禁迷结证论 伍国瑟论 英经论 阿兰请戒律论 加色论论 大威仪请问论 五心经 宝曼论 维持普结论 出调经 罪报经 日文供养经 孔王经 宁共云经 古田报应经 奥运经 沙弥论 文师问要 要助 提位经 如是等人 遭律论 五百四十余见 代代兼书 文艺见及 多获是情 细刀久以逢 以 决助于立家印者 如前所立 余文成列 后面操心本意 不操者 故隙策列证文 包括诸一言 一字同应要 兼此书用 何感与鲁油盐 同人细论 虽然 邪有所成 必须知本 没有请见 先家互捡 以一事之竅 费力亦多 诸师所成 勤见皇冠 心病三列 只成文证 其教同意论 一家恨知 智慧通解 焉能究竟 其如一章所现 而超列文文 多入俱为 但许文义 还能入忠者 智外不敬 智文 必欲尽少 知己始末 则为超者之义 顾文云 众以求 你不许所文句 我愿君子 请您不许 我愿以道远教师 直显其意 受理灵欲有用 无奈还以他人 即是即行 起乎予以罪乎 忧恐后来家诸 不及之物 争取其忠 使真真不吻 行者致迷 描述之义 不此以昔日 此日失调 并总述诸门 敬旧分析 若揽收不尽 自下别论 不再称父爱 常会法由 行者生活 行为常会 若遵养正面 使他识万子 忠见世之中 体相俱习 自行自身 外德常用 使善见中 当月成业 使他养德 成像多徒 使下见之中 毫目贤疑 此三 无心不熟 三剑舍闻 无闻不尾 咱者四类雄头 更能量亦 若常处三世 则华与好人 避随孝亲们 谁活在反谁 经随一约列 通解之规 实际定方堂 毫目是谁 宅住宅来 谁是谁一 好 完了 这个东西 不想了 我们读了一遍 大概 总的我们联系起来 师门的大义之道 还有半小时 要不要接下集讲 还怎么样 完了以后 你们回去 做两个问题 第一个 是 四数十门大义 这里面不是十门 它本来十门大义 你大义中的大义 了解一下 就是你按着你的画 把这个大义 我没有关 怎么会关掉 它自己会关吗 师门大义 说一下子 然后再来 总括一样 细文的宗旨 就是 先发起的宗旨 要义 是什么 师门大义 它是个大纲 是诸篇的大纲 那么这个续文 它主要说的是什么问题 就是说 告诉我们 怎么样去学操 怎么样去学历 是这么一个问题 续文当中 它的宗旨要义 是什么 尤其后面几段 很重要 比如说 必取它不得 不得不用 它不得 有时候本不无文的话 你必须用它 不得你就得用它 至于说 有些文很多 很长 很微隐的地方 不需要去追究它 它不是操的本义 也提出来了 主要是 零是有用 它主要讲 零是有用 是 操的本义 大概是这样 我提那么几点 你们叙述一下 写一下 明天 晚上 交上来 就是两题 师门大义 师门大义 细文终止 实门宗旨 实门大义 细文终止 明白吧 细文的终止 它告诉我们 有什么道理 明白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 就是 善卷 善卷 善卷当中 有分成 十二篇 十二篇 标中行得篇 是第一篇 就是说提出来 我们如何去认识 这个界的问题 然后第二篇开始 正式进入状况 这样 那么过去 我只是领着大家一起 学标中显得 这个细文呢 没有去看它 那我当时学的时候啊 也没有看 但是他们已经学过的人告诉我说 细文不要看 他说你看也看不懂 你就别看了 他告诉我这样子 那我就听话了 我就没看了 是这样 那么后来跟人家讲说 我这细文不重要 我曾经这样讲 我今天把我以前所讲的论带 拿来听一听 我看看实在是很糟糕 不过现在讲的比以前好嘛 也很难讲 很难讲 如计很多不敬意的地方 一些文 字 句 都未必 贴切 是这样子的事情 那么以前讲这个 这个 行朝知识记的时候 跟他一起学的时候啊 也是在忙乱当中 我们忙乱当中也在修建的 因为我到这里来 十年了 这十年都在搞建房子的事情 轻轻狂狂整天这样心乱 比如说无法悉心啊 这些文字三 如果说要把这个文字一字一句 搞得很清楚的话 很会时间的 很会时间的 你要查字 那个字在那里怎么讲呢 必须要查字典 才有办法去断定 有时候在一部字典里面 还没有办法说明 要查很多部字典呢 才能够决定那个字 应该当什么讲 那比如说我今天查了一个这么多字 字冒真 字冒什么讲呢 后面有这个文 你们看到这个字吗 当什么讲 三字的国序 蛤 三字的国序 三字的国序 那就剩了 读剩了 不读真了 对吧 也就是说为了要去研究一个字 花了一两个小时都有 常常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你要去瞒乱 其他的事物的话 你要把这个文章理解得很好 那就很困难 对吧 自己学都没有关系 那不懂的一个字不懂就不懂 这过去的 那是小事情 如果要跟别人一起 领着大家一起学的话 那就要 多少要懂一点 不能完全不懂 一整篇下来都不懂的话 人家说 还要你领着我们读啊 我自己还不懂得读 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到目前为止呢 要跟你们又重新读这一篇 新超知识记忆的还是在买乱 然后今天还没完呢 对吧 那今天下一下一整天 我一直都没出来 一直看这个 这个前面 然后我听听那个录音带 那解释的 实在是不尽人意 我自己听得都很烦 别人不知道听得 什么感觉都不知道 所以说不尽人意 才有这样的事情 现在从来呢 或许我尽量避免 那些错误的一些事情了 但是也难免 那只是说尽量去避免 但是未免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或许会有的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甚至解释的很不妥当 过去那个录音带有的话呢 也是在此说明 以前学的时候 没有完全学好一种情况 现在等于又重新再学 我跟你们来读这一遍的话 我自己花很多时间 再去把它学一下 大体上的意思是什么 那现在尽量呢 简练一点 简洁一点 不要去苍杂其他很多的一些 内容的东西 尽量这样吃 如果有的话 你们尽量提醒我 你说你昨天晚上讲的一些东西 没有用 不要讲太多了 那么提醒我一下 我下一次我就注意 因为说讲了讲了 不知不觉 他就讲了别的东西出去了 会常常会这样子 无关紧要的事情 尽量去避免这些事情 我们这等于说 在讲之前呢 做一个注解说明一下 好 我们看 上一次我看的时候呢 我刚才讲了 那续文他没有看 续文其实很重要 把大体的归纳起来 如何去看这个超 中心思想提出来 提纲及领的 指出一个方向 让我们怎么去学 是这样 那么 这个第三卷 前面这一段文呢 也是 颜兆利施的文 他提一下 解释 业列解释一下 那个 四分力 三防补却形式超 这十个字啊 怎么解释 怎么分类 怎么分能所 这样啊 就分成几点来解释 比如说 善见提首 所谓善卷 因为善中下三卷 善见提首呢 就尾是如前 那么具体的解释 这个题目的解释啊 跟上面已经解释了 就是在序文提到 经总分对 列为识别 把这个 这个超文的题目啊 以四种方式 来解释 第一个用能所来讲 前面三个字 就是四分力 三个字 是所中 就是南山所中的是什么 四分力 下面七个字呢 是能中 就是力足 能够中以四分来解释的 叫做能中 又立体 观观立体来讲 四分为能集 它所集的是 力 力集的是什么 解释的四分 而不是五分 不是十送 是这样 是能所 超题中 就是那么 三皇补行 字超当中来分别呢 你看那个字 错开一个 三补行 三补行 三个字是能 它能去三的是防 补的是缺 行的是四 是这意思 上面三个字 是能 中间那个防 是 防缺 是三个字 所 它所要做的是 这三种事 又超字 是能 行事 是所 超所写的 超文呢 它能够表达的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要行事上 所做的 所以属所 行事属所 这是能所解释 二呢 约通别来解释 立题为通 律 四分律 所以一个立藏 整个都是通的 冠诸部 超题为别 三皇补行 那是别 经 经文 即经文 就是指限制 这里所讲的 又四分为别 五中一部 五部当中的一部 所以是别 立字是通 诸中通称 是这样 三等六字为别 把超字别开 三皇补却行事 六个字为别 五所难过 以其他的部 不会相难 超字为通 以通别解释 超字 因为超 其他的也可以超 弥陀苏超 也有超了 所以龙相社故 又跟其他有相似 允许 三个月 人来分 律是佛所制 四分是法正论主 而律主所集 超是祖师所赚 一个题目 以这样 以人来分 这三个人 四曰 法文和法语 都分别 上面三个字 就四分率 是翻译过来的 是法语 翻译过来 成法文 下面都是法文 就是七个字 都是法文 黄语 直多礼 直多礼 这样是讲什么呢 翻译为分式 本来是分式 律障 分成四个部分 这样子 以式 就是说 以式是 这个送出 分式 那么现在呢 从此番的方俗啊 所以把它 转一下子 变四分 变律 防语 如式相中 律是反 这个 变法防啊 来讲 品尼啊 翻译为律 乃至翻译 成法 那么这在 随着式相当中 一一说明 急之防碎 讲些否文 不得不耳 那么这 记者要去 一一的去解释 要知道 真正要完全 去了解它 那就很反碎了 讲者呢 解释这个文呢 不得不这样解释 下面说 文字 虽然是这样解释 无论是能所通别 约人或法凡也好 那么中文讲什么呢 往前之事 更防何凡 即使你解释 了解很凡 如果能够知道 往前 往前 往前就是说 这个权是干嘛的呢 是捕鱼的 路那个东西来捕鱼 那个网来捕鱼的目的呀 是想得鱼 而不是指着得的那个权 就好像呢 因指而得业 就这个指头 我们指跃路吗 以指头而得业 得业以后要望指 指指指之徒 执着那个指头的人呢 无言 一拙呀 你不讲话 他也拙 你指头指他 他也执着那个指头啊 那有什么可讲的呢 意思说 不执着以文字的话 多也没关系 如果要执着的人呢 你不讲 他也执着 佛华是这样 你懂得 讲不讲都对 你不懂的话 讲不讲都不对 就这么个道理 你误了以后 或鱼 或磨 鱼就是讲 或者磨然 他都体解 圣意 如果未误到 你在那胡扯 讲一大透 那都不是圣意 是这个意思 那么下面是篇目 善卷 有十二篇 是这样子列出来 从标中显得 下之 自之中药 记文 列篇中 标中劝学 标中主要在以劝学 律的重要 引诸经论来说明 以及指出 中体是什么 文举善卷 一该一步 虽然只是善卷 为什么他 所以说 他换在抄表 换在抄的最上面 他通该一步 绿杖所要讲的意思 下面十一篇 是讲重刑 当然 承办 身世 必甲 四元 所以说 这个十二篇 十一篇当中 以四元来说明 也就是 人法 四处 缺一不可 半截模式 这四种 缺一个 皆不成半 今始诸篇 以之而列 以这么个次第而列下来 所以他写这个 昏篇的 有一定的道理 第二 第三 第四 是能秉人 所谓的 急身 足述 受欲 做掌人的问题 哪些人应该急来 急来当中 要看足处不足处 有没有 没来参加的事情 叫少益 这都是因为 能秉的人 第五 是所秉之法 通办结膜 正是这篇 所要讲的是 重法 做结膜的事情 第六 是秉法之处 就结戒方法 也说做结膜 逼脱戒而成 无戒的一切结膜 不成 所以叫明处所 以下六篇 就是从身往大肝 到自知中药 是所备的事情 结膜 所要做的事 叫所备之情 四乎有三 官司来讲 又分成三 有三 七 即八 九 身往大肝 造戒 言及 私之相涉 这是有情的事情 都讲 所谓有情 就是人的事情 所对的是人 十 以十二 说戒 正宜 和 知之中药 这是 灰情 事情 就应该 笔修要完成 这个事情 送戒 可是这里面 也涉及到 情 它就从重点 篇 各有所篇来讲 安基玉篇 叫二是和 安基为什么二是和呢 人一处 也篇来封房子 封房子是非情事 人呢 是最情事 是这么一个次第下来 下面 正式开始 标中显德篇 第一 下面 住那个小字 出处中体 后隐文 成德 就是说这一篇当中 先述这个 所学的中体是什么 彼修所中的应该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 引文来证明 这个戒的德 这个德就是戒德 戒的功德是什么 然后是标中篇一部之文 兼该三战 就是标中显德这一篇高 包括三战 他所引的小乘大乘 经历论都有 文体正义 违归一戒 也就是引了那么多 他的目的 是未说明戒力 故单标处正宗 所以说下面标出 他的正宗是什么 显章圣德 宗标出来 就标这个中的德 是如此殊胜 就显章德 使学者淘心有所 正在宗子提出来 我们所学的 所要做的是什么 就知道了 淘心有所 功不惜费 就不会浪费时间了 故此诸篇 逛以卷手 所以此篇 不是诸篇 此篇 放在诸 所有的三卷当中的前面 也就是说 如果从善卷来讲 它放在最前面 标信指 信就是解释 标着指处来 有一个目的 一个方向 我们常说指标指标 指出了一个方向 中即是戒 所谓这里讲正宗 中是什么 就讲戒 下面问 下列四种 何者是宗 下面列出 有法体形象 是宗 哪一者是宗 若就别论 为法为宗 看就是 总的讲 或者别的 通言 或者是别言 从别来讲 违法 违法就是戒法 以戒法为宗 这法不通 其他 换论的法 下列 中体 或以法体 中体 也讲法体 就是 以法为宗了 中法互举 有时候讲中 有时候讲法 互举 看的话 哪个位置上 别子和宜 那么这里 说别子 讲以法为体 那有什么 法宜的呢 都要通论 士兵为宗 士者都非常重要 都是忠心 良由戒法 总以三顾 为什么说 士者都是忠呢 因为戒法 统括其他三种 没有戒法 你哪有戒体 因为纳法成体 然后呢 乃至 为行友谊 那种象 都因法而生 这种 于三种 那现在显得 标中 是这样提出来了 以法为宗 选得是什么呢 广影 教相 战术 戒功 因为在本篇当中 就引出了 下面种种的 经论 来赞叹 戒的功德 令之本受 专情扫护 就这样子 戒功德这么大 严先所受的 要去扫护 不要违犯 下面传说 顺戒则呢 而这三宝注持 伴彼丘士 志文可见 就下文有提到 至习章句 并以 那其他的一些章句的解释 标这个中 标中 中解释什么呢 讲的是身体 所谓身之体 是什么 这个地方所讲 中是以法为体 他讲身的体 就是说如何 这个具足 是人以善 那么有戒在身 以这个讲戒身体 圣是文艺 如后公之 后面有提 后面有批评这个问题 不是身体 今明 此篇只是学中 所学的戒法 激励慈分 通贯诸篇 乃至下面诸篇 都是欠医学 不学就变成无知 总发三行 就是 善中下三卷 这三行 是以 泥草里面叫 劝学 就是标中篇 叫欠学篇 准笔厌此 方见身心 以此来引 知道圣人之心 何在 标这个戒法 学者灵文 明晰用意 就是说到文的时候 学文的时候 更要注意 提携开诱 罪所经详 提携后人 开导后人 罪为经详 必自演开明 邪路无庸 这样的开智慧眼 是疏通后学之路 无庸 此字不达 一并图然免赴 这个道理 根本宗旨都不明确 其他就不用提了 就叫图然了 下面诸当中 诸有二亿 所谓讲的那个地方 标中显德第一 那个底下说 初中体 后引文成德 那个地方记者 已是开章 此边中不别分 在这单中没有具体的 去昏明他 下面诗题呢 由以二门合之为目 恐人不小故住之 所谓二门 合目合在一起 标中和显德 合在一起讲 有人不知道 所以把它住一下之 标中后来显其 借之德 所谓标中显德 我们先只能看这么一小段 那么后面正式开始抄文 祝福 祝福 祝福是第一块 神保重心安理块 大众和静悦怀 众生以后安乐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